各位觀眾,歡迎再次收看司機金特約股壇事件 我是李浩德,在我旁邊是司老闆,西方青師生 師生你好,今天是11月14日,星期四,比我們平時早一天拍攝 不過這幾天,市場仍然相差 上星期二千七點,差不多成千五點 今天收到二萬六千三 觀眾可能都會知道,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香港本地情況,好像出現了變化 大家都很期望,阿斯珊,你和大家指引一下 不能指引,只是各人講自己的看法 上星期,仍然升近二萬八千 沒錯 升多一點,一天都可以過二萬八 但今天,二萬七都跌穿 跌穿,靠近二萬六 主要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是 香港市面,現在很混亂 還有,整個社會都處於半停頓狀態 因為是和理山 交通,主要是一些主要的幹線 出現了一些路障 馬路就出現了路障 對於港鐵,有些都是走動、停止 有人阻礙門關門 前面開不出,後面又不得開 亦都被沒有開放 亦都被掉進路軌 這種做法,可能以較少人手 造成大影響 例如扔東西到路軌上,可能要清理、檢查 好像有些輕鐵路軌被人掘 電車路也有少許 可能需要那段時間 還有一些橫跨主要降線的天橋上,有人扔東西下來 我都試過在紅磡海底隧道出來 剛開始行動,還未阻礙 還有機會就可以了 這段時間,香港市面上很多交通的重要位置都有影響 本來是三罷 罷貨、罷工、罷市 如果你交通阻礙了,想不罷也不行 暫時香港已經罷了貨 停了貨 教育署宣布,基本上幼稚園 如果主動不上班的人多不多 在我的機構上不算多 因為我們機構的特色是 大部份人是做銷售人員 他們底薪是不夠生活的 一定要上班 開單,有用收 如果對於他們來說,不能上班 等於大巴司機不能開工 那天就沒有收入 我們一個月計一次 但也會影響他們的收入 所以,是不是這麼多人 好像可以學生 不上班就不上班 不是生活在虛擬世界 學生還可以生活在虛擬世界 普通人要現實生活 所以,他們不是因為罷工而不上班 你說,罷市就更加對於一些經營者來說 就影響到 好像有些朋友做零售業的 影響很大 尤其是香港這段時間 至少到港遊客少 甚至本地消費,這段時間都差很多 最近,我和一個零售朋友聊天 香港本身都有幾十間店舖 至少是小集團式 但到了11月份 發覺很多店舖 開始都無法加租 因為生意壓力跌到 隨時跌一半以上 他們可能被迫,一些部份的店舖要關閉 甚至連帶一些相關厚房的經營 大家都要控制成本 所以這段時間,大家都有留意到 尤其是市到差的時間 部份公司或店舖 都一直開始退休 零售業、飲食等即時 首當其衝 地產代理都受影響 如果說生意,有些地方都影響超過一半 幸好我們的同事有努力 有一定的市場位置 所以我們除了第三季 因為有些餘份比較差之外 基本上都僅僅可以圍倒被 這個情況,會否再惡化下去呢? 你的判斷 我自己看,這個情況是 因為圍事不會太長 雖然有些人說 幾天不行就幾個月,幾個月不行就幾年 很多朋友都擔心這件事 但通常做一件事 你初初做,當然有一定的鎮行力 會有一定的影響 但你要看做一件事 對你所爭取的目標 是接近了呢? 或是遙遠了呢? 是否一個途徑,可以達至你要爭取的目標呢? 我自己看,例如 目標其實有表面目標 最後目標 如果你說香港 表面目標就是五項訴求 過去幾個月都 缺一不可 實際上的目標就是 要令到政府 接受現在反對派的治港理念 在他們來說就是 要避免北京對香港的影響力 如果這樣,就是一個自權爭奪 究竟用甚麼方式去治理香港 年輕人可能有他一套 他的想法是怎樣怎樣最好 但現實有時空限制 不是每件事 你想做甚麼就可以做到甚麼 做到甚麼要看現實世界的條件 在日常生活的時候 很多人都知道 有些事是現實 要遵守 或者道理不接受 但去到政治追求上 香港人 反而長期以來 我發覺都是不考慮時空的局限 我覺得無論五項訴求 或者自權爭奪 都不是一步可以到位 五項訴求 我自己看 現在都在說變 我覺得最後 如果面對現實 有兩個方面 有機會做到 一個就是 局部協議 發覺大家都走不前 要把管治權拿到手 未必拿到 最後都要過生活 不能夠長期不過生活 學生就可以 家長未必可以 變成要有妥協位 我自己看見一些相對理性的黃絲 我跟他們談 他們覺得 比較現實 有兩件事可以追求 一個就是 林鄭下台 因為董建華也下台 林鄭的時間問題 都犯了一定的錯誤 她都知道 北京最後面對現實 但犧牲她 這個機會 並不是沒有 而且這都是五大訴求 初時的訴求支 下台 起碼是革命成功的一個象徵 讓別人可以退 另一個就是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不只是警部 調查整個社會事件的起因 以後如何避免 以後如何避免 這些我覺得可以做 亦都是民意中 大部份人都認可的事情 如果這兩個人做到 就有機會各走一步退 妥協 但是現在 政府肯不肯? 或者中央是否肯? 我認為 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問題 你有一個談判對象 現在這個運動 究竟跟誰談都沒有 有沒有大堂? 你當沒有大堂一件好事嗎? 你說 好事就是避免頭頭被握 可以躲在後面 但不好事 社會運動要埋尾 要有結局 如果你說 作了讓步之後 無法控制 事情的平息 人家是未必制的 有時 政治商討 行辦都要條件交換 現在的人說 沒有私下談判 一定要公開 但我見世界上的談判 大部份都是私下秘密回議 例如愛爾蘭和北愛爾蘭的和解協議 都是私下談判 談了才公開 一來就在電視機前面談 下面有各方議論 沒有了讓步的機會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反對派是為了香港整體著想 無論如何都要有代表出來談 你才有事情處理的方法 香港普通人才有正常生活過 如果不是只有鬥爭沒有結果 少數人才希望有鬥爭沒有結果 多數人需要有事件的了結 有結果出來 鬥爭也需要有成果 所以我自己覺得 現在這種模式 你走一輪 就會證明實際上不是達到目的的方法 單方面是達不到目的 你也要跟政府談判 至於自權方面 你也要跟北京談判 如果不遵循這個機制 你就真的要革命 革命就不是射箭 丟磚可以解決問題 所以你也要面對現實 香港的未來 某些事情要跟北京談判 你一定要跟北京談判才有結果 否則你定遠沒有新的一頁 政治要打開新的一頁 新的一頁如何掀? 你不經過這個機制 你就掀不到出來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些急風驟雨的鬥爭 衝一個時期 就會去到要想辦法解決真正問題 否則你拖下去 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施先生 這就是你對最新的本地形式的看法 當然,觀眾最關心的是 這件事對股市上的影響 你未來的看法會有甚麼啟示? 股市在社會經濟半停頓狀態 政府又好像未立即取得很有效的手段 去平息的情況下 當然恐懼的因素壓到一切 股市做了比較大的調整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這些房外交通所造成的影響 只是一時的 不是對香港的經濟制度、模式 造成很大的破壞 無法修補 所以交通一搶通 經濟又可以繼續運作 我認為破壞力是有限的 市場或社會回復正常 股市有機會改善 短線會繼續受壓 但未有根本性的改變 香港大局未有根本性的改變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阿施先生 各位觀眾想多留意阿施先生的古壇事件 記得去到我們以下的網站 還有按LIKE 我們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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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星期再見